欢迎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 你好 张医生好 刚跟张医生聊到他是做居家慈怀护理的 所以我以为他9点要去查房 在新加坡慈怀护理我们就有分很多不同的项目 有些同事是在医院里面做慈怀护理 他们就每天早上去卧里面查房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稍微比较特别 我看的病人都在家里面 他们一般上因为身体不适的关系 我们就把团队护士也好医生也好社工也好 就带入家里面去 让他们能够得到护理 然后也不需要出门 刚刚我就问到了 而且其实医生他也说到重点 我们常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 慈怀护理或者是疗护 到底是什么来的 慈怀疗护 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跟这个东西 首先就有一点机会 谈到这个东西人家就会想到临终关怀 好像一个人就要面临死亡 然后就是有一堆人会来我家 或者是来我的病房跟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怕 好像我们是一个怎么讲 来到的话 每个人就会想 哎呦我这个我时间还没到 你们不需要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跟病人说 其实我们来的用意不是要帮助你 就是好好的过失 其实我们的工作范围大过那个 就是相对来讲 在就是一个病人就是得到重症啊 或者是生命就是受限的话 他们有其实很多很多东西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 就通过这个慈怀疗护来 所以在个别方面在身心跟灵方面给大家就是一些引导 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算是针对老人家 这项疗护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年纪比较大 才比较需要这样子的处理跟安排 可以这样子说 病不会就是只会去找老人 有些真的是很不幸的 就是也有小朋友会就是遭受病魔的最惨 所以我说这行的 就好像我自己就收过这样 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做的那个居家护理 其实我的病人从 其实没有生出来有时 他们就只要借给我 就是人事 妈妈怀孕的时候 知道那个小baby出来的时候会会讲难听一点 遭殃啊 我们就会被转介来给他们做辅导也好 做那个疗护也好 然后baby一生出来 我们就接手过来帮助baby 好好的就是活的比较有就是那个质感 然后也有10多岁20多岁30多岁40多岁 所以癌症来说就是我们一般上看的病人比较多癌症的 不一定就是老人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混淆说 慈怀疗护就是属于老人家的一个护理 其实不是的 我就有一大就是希望不是太多了 就是一大群就是比较小的一些朋友 我们每天就是都会足够的上了给他们做护理 那慈怀疗护包括了什么 因为可能有些人想到持久授权书 或者我看到这个是晚期照顾计划 所以慈怀疗护包括了什么 慈怀疗护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在身心灵各这项目 给予就是辅导也好给予他们就是意见也好 所以很多时候个别的病人就有不同的一个就是需要了 就比较简单的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 好像如果现在不说Andre吧 就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年轻的二十多岁 现在我也不知道Andre是不是二十多岁 现在更大 大一点 大一点 对 然后刚刚好我就是这个是一个证人证识啊 二十多岁刚刚从病疫出来 然后有很严重的头痛去检测了之后才发觉是直肠癌 已经是转移到身体的很多部分 你可想啊 这样子二十多岁的一个小病人啊 也不是小了 是一个大人 二十多岁的大人 忽然间生命受限 忽然间整个就是以后的那个光景啊 我的工作我的太太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怎么办 然后自己那个身体上的那个就是因为病菌的 不是病菌啊 那个病魔的那个摧残所造成的一些无事 我们就在这方面给他就是帮助 那个就是生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零方面 好像我现在是二十多岁的人 我现在在几个月后我就会要跨入另外一个世界 我有怎么样哪里一方面的那个联想 我有哪里一方面的害怕 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放下放手之类的 就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例子方面 就是看得到在很多方面我们不需要注意 也就是说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他在临终之前转接给我们做光怀的话 我就觉得是太太慢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磁怀了不 然后我们就上流一点点去找这些病人 给予他们各方面的那个照顾 因为如果是我当下应该会慌 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不只是有法律上要注意的程序 还包括了心灵方面的指导 刚刚我们医生也一直重复 我们总觉得死亡可能就是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们还年轻 可是他其实是没有一个就是特定的一个对象 不是说你年纪大你知道吗 而最近又发生了很多就是年纪轻轻 二十多三十多岁呢就突然间死亡 所以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提醒过有一个叫做持久授权书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喂爸爸妈妈啊 有些年长者 可是其实年轻人也如果有的话也不错嘛 那请问这个持久授权书有什么作用 它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持久授权书其实是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 你那个英语的那个简称叫LPA 一般上就是可以就是失智的人 不一定是病人啊 失智的人找一个就是可以给他做决定的一个对象 比方说如果是我把我已经委托我太太做我的那个LPA的那个授权人 所以我一旦就是失智的话 他会帮我就是选我需要的护理也好 帮我选个老人怨人 假如他会要照顾我的话 然后帮我就是做我就是财务方面的那些规划 所以就不需要搞到要就是找律师啦 或者是做一些很很棘手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太太就能够依我她了解我的那个意向 然后做这方面的那个规划 所以那个是好的 但是在呃 慈怀疗护方面 我们一般上说的都是叫做简称ACP Advanced Care Planning 预先护理计划 这个我们就比较常用 所以这个是在就是我们跟病人的就是了解跟对话 找出他们对自己晚期照顾的那个意向 做出一些医疗配套把它拧定下来 然后呃分享给大家知道 所以一旦就是病入包包或者是在领终之前有什么个别的需要 起码我们能够了解病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嗯那预先护理计划以及预设医疗指示有什么不同 预设医疗指示啊简称AMD AMD是Advanced Medical Directive 它是涵盖的那个范围其实很长 它是就是一个病人握病在加护病房里面 呃就是因为呃就是身体的太过严重的那个受伤 然后需要人工呼吸啊等等那种配套 其实不管你做什么在三五天之内 也就会就是致命的那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有一个AMD的话 呃做医生的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就是啊 把那个啊电查头我们关了 就让病人好好的就过时不要再受 呃无谓的那个折磨 因为你有做那个护理没有做结果是一样 所以那个就是属于在很晚期最后剩余几天 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个就是呃指示 我们叫AMD或者是预设医疗指示 所以它涵盖的那个范围其实很小 呃而且它是一个我们所谓叫的 Legal Document 所以你做了是呃之后是不太能够可以改的 也不方便改 所以ACP那Advanced Care Planning 预先护理计划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它是跟一个就是医护人员商讨就是商谈之后 拟病的一个配套 在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我在就是临终之前 我要回家过我们最后那几天什么的 但是到最后如果你要改变自己的意愿的话 也很简单 因为它自己本身不是一个Legal Document 所以它没有这样就是呃 这样重的那个就是压力了 在做那个ACP的时候 但是对家人来说就很好 因为其化他们就能够了解你自己对自己就是 生命的最后的那个阶段要的一些就是事情 所以要在那里接受护理啊 要在那里过世等等 嗯 所以看到听众跟观众有很多问题 要如何了解更多 还有就是怎么跟家人比较婉转的讨论这个课题 嗯所以接下来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有一些活动 就在10月9号还有10月10号都是一些线上的分享会 研讨会分享等等的 所以他们可以到singaporehospice.org.sg去了解更多 关于这个活动张医生有什么要我们多多留意的吗 啊ok分享些什么 其实今年呢我们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是庆祝25周年 所以刚好在10月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的10月呢 10月10号是我们世界慈怀疗户日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呢就希望呢通过这个庆祝活动 提高新加坡人类似的调疗户的认知 所以在9号跟10号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刚好在9号晚上呢8点钟就有一个线上的那个活动 就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在这个就是广播节目里面我就不要给太多就是那个details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像endry说这样的上那个我们的网址 singaporehospice.org.sg 来就是看那个有关的那个详情 好谢谢张医生或者你可以拨打这个热线65382231 6538231